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四下午 中超第31轮上演一场好戏 北京国安将与长春亚太进行较量 北京国安上轮联赛取得四球大胜 球队前四目标又拉近一步 此番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长春亚太 相信北京国安能成事而上再下一程 北京国安目前30轮中超战霸 他们以15胜7和8负的战绩排名 积分榜第六位 并且距离榜首位置的武汉三镇 已经有双位数的积分差距 显然 北京国安已经彻底退出了 经济的中超争冠行列 他们能否杀入中超前四位置 这成为了球队如今最现实的一个目标 而目前争四形式 北京国安和中超第四位的成都荣城 只有三分差距 他们若能在接下来的比赛全力抢分 说不定还有机会完成这一目标 因此 为了能够实现机身中超前四的愿望 金杖队正常春亚太 北京国安必定会全力以赴 尽可能祭出最强阵容出战 值得一提的是 天才新星软齐龙上轮联赛迎来大爆发 他没开二度 帮助北京国安4比0大胜和北队 这位新星金杖表现值得期待 阵容方面 后卫将成宇因个人原因缺阵 相比于北京国安 长春亚太经济表现要逊色不少 他们以10胜11和9负的战绩排名积分榜中下游位置 虽然降班无忧 但积分落后北京国安有双位数的差距 可见长春亚太在实力方面还是处于下风的 毕竟在双方近6次交锋当中 长春亚太仅得一胜意和四负 其中最近两次交锋更加遭遇全败战绩 球队在心理方面颇位打击 更加不利的是 长春亚太最近后防存在不少漏洞 他们进7轮联赛当中有6场比赛皆有失球 考虑到北京国安上轮联赛取得4球大胜 展现强劲的进攻火力 这对于长春亚太来说无疑是坏消息 毫无疑问 长春亚太事宜确实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前锋尼加傲殷商休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大量盖羅 Employment 当然做到很好的 感谢您的观众 这么个王 的感谢您把来继续 承参与通空调 那么 Rare